政治話題又來看 那是民眾黨總統參選人 柯文哲最近跟副總統賴清德兩岸 是為了深奧電廠議題 隔空在交火 甚至柯文哲爆料說 二零一八年賴清德好幾次 把他拉到手房間去談話 這引發了賴清德的強烈不滿 直接弄像這根本是柯文哲 自編自抖自演 演成自己是正義人士 講得好像是他沒有誠信 是在用錯誤訊息編造故事 然後從來沒有長期政策的一個政府來領導 演講活動上一開口 就再度怒批執政黨 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 近期和副總統賴清德 頻頻隔空交火 恰巧這場活動賴清德也來了 時間以前一後相隔二十分鐘 柯文哲賴清德同場活動卻沒碰上面 難道是怕再和柯文哲出席同場合 會被誤會要進小房間 規談嗎 柯文哲市長沒有辦法提出 他自己說的 我曾經登門拜訪的時間跟地點 我未曾登門拜訪 也未曾在公開的場合 把他拉到小房間裡面 去談任何事情 我交情沒有那麼好 不滿被柯文哲指控 為了深奧電廠親自登門拜託 賴清德特地停下腳步 火力全開炮轟柯文哲 自編自導自演 演成自己是一個正義的人士 那好像我是沒有誠心一樣 他不但沒有道歉 還刻意講 當時他的說法是台灣缺電 所以必須要興建深奧電廠 那麼為何隔了幾個月之後 突然髮夾彎 由行政院來宣布停建 到底中間的緣由是什麼 一改平時溫和形象 賴清德完全不留情面 甚至柯文哲自稱的板凳玩笑 也徹底惹怒賴清德 賴復終於有反應了 這表示我的民調應該很接近了 人家只是在開玩笑講 他都那麼在意 他從我們見面開始 每一次接受專訪 談到我他一定提這個事情 不像是開玩笑 反而是用錯誤的訊息 造成社會對我的誤解 看來柯文哲的玩笑話 聽在賴清德耳裡 完全笑不出來 兩人的戰火更是持續延燒 記者 陳思琦 許家生 台北總得到